哈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股抢先报 今天录影时间8月2号 我跟你讲今天录影 我们这个家圈指数跌了1000点 创下历史最大单日跌点 当然它不是最大单日跌幅 可是你看到跌1000点 我觉得不管是新手小白 还是你说你在股市里面 投资了很久的老手 你今天看到跌1000点 收盘跌1000点 就是第一次看到吧 所以难免心中恐慌 包含现在你愿意看台股抢先报 我都觉得欧米斗的 就是大家还有心可以来看这种财经节目 我觉得你已经算是蛮积极的 这件事情是值得赞许 那我觉得今天的节目上面 我们不是要来为大家吃鸡汤喝鸡汤的 因为航行跌 然后大家手上股票 不管套劳或亏损 这件事情发生难免 那你喂鸡汤没有意义 我们在做节目一直以来 秉持的就是什么 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所以我们今天会告诉你说 为什么我在这个位置上面 我们反而认为绝佳大买点 真的 我们看到今天跌了1000点 但是反而会觉得是绝佳大买点 我们从历史数据上面 我们等一下会来跟大家分享 有一些讯号 其实在告诉我们 这个地方就算不是最低点 距离最低点应该也不会太远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后面就把这个研究 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另外呢 我们也会来跟大家做一点简单的教学 或者是我们就是因为每个月初 都会送大家一份研究报告 而这个月的研究报告 我们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要教大家一个换算算数学 教大家算数学 去算哪些公司的股价可能被杀的太多了 被错杀了 那你接下来呢 我们搭配认为这个地方 可能距离低点也不远了 你再去买到好的公司 其实你后面你要赚20%赚30% 我觉得难度没有很高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 既然你都已经点进来看了 你就把它看到最后吧 好我们一样的先来复习一下 这个礼拜的盘式 其实加权指数看起来 好像礼拜五跌了1000点 但是整个礼拜只跌了481点 481点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或者说它的跌幅2.18% 其实比上礼拜的累积跌幅还要更小 上礼拜跌比较多 这礼拜其实没有跌那么多 原因就是因为在礼拜四的时候 行情有先反弹 结果呢 礼拜五的时候 哇整个亚洲股市全部都爆开 那你日本央行升息完以后呢 其实对日股的冲击蛮大的 这个我们刚才我稍微看了一下 日经225跌了5.5个百分点 东正指数跌了6个百分点 其实跌幅都比台股还要来得更重 那你包含了韩国股市 今天我记得也跌了3点多个百分点 将近4个百分点 所以是整个亚洲股市都面临到 一样的修正问题 而台股在里面已经算是特别强了 所以我觉得啦 台股在目前这个季线的位置上 有人会说会测半年线 那不管它有没有测 我们必须要讲 在跌了1000点以后 单日跌幅超过4%以后 真的距离低点不会太远了 那不需要在这边太悲观 你真的在这里悲观是1.1都没有的 那贵买指数呢 连上个礼拜的低点都没有破 可是在这个礼拜一样跌了2.48% 跌幅呢 我记得是比上礼拜还要再重一点 所以基本上啦 中小型股也好 全职股也好 在礼拜五的行情上面 基本上就是通杀 全面 全面 而且礼拜四原本就是大涨 只有大涨那一天啦 那个时候 我们有在思考的是什么 不是要买要不要买股票 我们在礼拜四大涨的时候 还在想说手上的股票要不要先减码一下 就是趁反弹减码 因为我们认为啦 你这一次修正比较重一点 那本来你要V转上去就比较困难 这个观点我们在上礼拜也有提到过 就是你要一波V转上去是比较难的 所以有反弹上来的话 其实我们手上的持股 还是会想要去做一点调整 那没想到礼拜五的时候 行情直接整个爆开 那也不用调了 因为它股价就已经来到了一个很便宜的位置 你在礼拜五去恐慌杀股票 我觉得啦一样啦 就算你没有杀在最低点好了啦 你就是杀在那个低点附近 我会觉得如果真的手上抱的是好公司的话 这个位置上面已经没有杀低的必要了 好 那我们一样先看一下这个汇率的部分 其实新台币的汇率大概在最近这两三个礼拜 都是持续在贬值的 而这样子的贬值呢 它的状况会稍微多一点 为什么啊 我们很快速的讲一下 因为是因为美国联署会在这个礼拜的时候开利益角色会议嘛 那大家也都知道不会降息 所以既然美国不会降息 那台湾事实上我们台湾央行还在考虑要不要升息 所以正常来讲台币应该要有一个升值的力道 应该有一个升值 就像日本央行在降息之前日元就先怎么样 更正 日本央行他在升息之前日元就怎么样 日元就先走升值了 所以台币一样啊台湾央行如果他还有升息的意图的话 那实际上面台币应该对美元要跟 要怎么样要走强啊 可是有走强吗 没有走强啊 大家看到了新台币还在贬值 还在破底 来到了将近一美元要换33块台币 所以这代表什么 代表有资金在流出台湾 那刚刚我们一样看了盘后的筹码 哇不看没事一看不得了 好啦不看也有事啊就是股票都跌很多 那看完以后你会发现外资一口气卖了900多亿 那当然他一定是卖什么 卖台积电嘛 卖鸿海嘛 鸿海期货还被打到跌停板 所以大家看到了行情在走修正的时候 你要理解到股市不是只有涨不会跌 前面三个月越乐观的人 然后呢高档没有居高思维 没有逢高获利调节的 在这一波的修正都会过得非常辛苦 特别是很多投资朋友根本就没有看过一天跌4% 其实你应该要看过 其实你应该要看过 因为跌4%这件事情在我们今年也有发生过 盘中了一度 在4月还是前几天吧 上礼拜好像就有了 那好啦无论如何 遇到这种大幅度的修正是很久已经没有遇到过 大家可能有点松懈 那你遇到了以后就像前面嘛 你大涨的时候你不要那么兴奋 不要这么的就是好像觉得股市只涨不跌 那你反过来讲股市在下跌的时候 你也不要觉得他好像没希望了嘛 这个东西他是互相可以去做比较的 大涨的时候你不需要兴奋 大跌的时候你也不用悲观 好不好 这个是我们在这里在跟大家讲一下心态的部分 那在汇率的话 当然你说外资卖超这么多 然后再加上日本央行也做升息 那美国联总会这里虽然没什么动作 可是你国际的汇率市场 他事实上他就会有资金上面的移动 那资金上面的移动就会造成汇率上面的波动 所以目前新台币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呢 停止贬值的这个趋势 那我想台股就是需要一点时间整理 只是在汇率的观察 那另外我们这个礼拜呢 一样的来帮大家追踪日币 因为上礼拜五的时候呢 大概就是在那个绿色箭头的一开始 上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就有提到 日本央行其实是反而是这礼拜要关注的 这礼拜联总会好像讲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不会降息啊 那可是日本央行 我们上礼拜有提到了 不管是要升还是不升 那个大概就是一半一半市场没有共识 那后来呢 日本央行真的决议升息 升息0.15% 就是15个基点 然后我在礼拜二的时候 我有去理财达人秀上面 那就是在帮大家解析 到底日本央行怎么做 美国联总会怎么做 会对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们当时啊 虽然预设的情境 我原本认为日本央行应该是不会升息 他应该会在这个缩减 他的购债规模上面的力道会再强一点 但他升息了 所以他在购债规模的这个力道上 就放缓了一点 总而言之来 日本央行确实是站在一个比较 阴中偏割的态度 阴中偏割 没有到大家想象那么阴 但他也觉得不是歌派 然后呢 我当时就想了 日本央行如果升息的话 那美元对日币还会有升息的空间 还会有升值的空间 所以呢 有没有 往下走是升值啦 美元对日币这往下走是升值 所以真的有升值 那另外呢 我还讲的 如果今天日本央行真的升息的话 那不好意思 日股要继续修正 我们今天就看到 东正跌6% 日经225跌5.5% 这个跌幅说真的很重 而且他已经回到今年2月的那个位置了 所以如果你是做日股的 你上去没有走 你下来的话呢 现在就是你从2月一路做多 做到现在是做白宫 那就是股市很麻烦的地方 你没有去做调整 或者是 你没有一些策略去做应对的话呢 你很容易就是 要怎么讲 报上报下 然后浪费很多时间 那这个没办法啦 你在股市里面投资一定会遇到 那总而言之呢 美元对日币的话在做走强 所以国际的金融市场的货币 我们刚才讲 它就会有波动 那这个波动就会导致你股市呢 也不太会平静啦 这个其实美元对日币 大家可能比较没感觉 那如果讲成对台币的话 你会发现什么 你会发现便宜的日币不在了 虽然现在还是很便宜 可是要再回到呢 过去这样子的高点 我想应该很难看到 所以让恭喜前面呢 你有先换了一些日币起来 做这个战备除粮的投资朋友 那也是恭喜你啦 你手上应该会有不少的 这个便宜的日币 那去日本玩的时候 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 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国际股市的部分 标普版在这个礼拜 其实修正幅度你看 也大概就是跌1.6%而已 这个跌幅没有很重 那礼拜四的时候先往上拉 礼拜五的 就是礼拜更正 礼拜三的时候先往上涨 然后呢 昨天晚上的时候裂开 裂开 那至于为什么会裂开 我就也不用找原因啦 反正你只要知道 它这个地方波动很大 那另外的话 因为在昨天晚上 美股收盘完以后 这个Intel公布的财报 这个财报公布出来 哇吓死了 就是超级烂 Intel的财报真的烂到一个爆炸 然后Intel就说它要 裁员15% 所以整体看起来的话 Intel就是整个状况不太好 结果Intel的盘后跌了18% 盘后Intel跌18% 大家想想看 如果台积电跌18%是什么感觉 你就把它想象成Intel跌18% 那应该是可以换算的 那Intel跌18% 当然就拖累了这个标普500 拖累了纳斯达克指数 所以为什么台股今天的跌幅会比较重 我认为美国的科技股的这一个被Intel 代曬 拖累 拖下水 不然不知道怎么讲 反正就是呢 被拖下水的这个原因我认为也是蛮大的一部分啦 那至于你说Intel会不会继续代曬美股 这个答案我觉得是蛮肯定的 因为照过去Intel的股价的惯性 它只要有某一天忽然大跌了以后 在过后几个礼拜或几个月 它可能还会继续破底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但无论如何 以目前的这一个美股的这个结构上面来讲的话 我还是认为它是在多头结构上面 那当然美国的经济数据有扎音 你看前面在涨的时候 大家都不担心经济会衰退 那现在开始跌了以后就开始 那个什么制造业指数 SN的制造业指数进入衰退开始收缩 SN制造业指数进入收缩的这个位置上面 已经不是这一个月才知道的事情 几个月前就已经看到了 所以这只是在下跌的时候 市场就会开始去找各种的数据来告诉你说 为什么会下跌 但这个意义一点都不大 因为你有在看总体经济数据的 你早就知道这样子的结果是会发生的 只是它发生的速度快或慢 或者是高于市场预期 或者低于市场预期的差别而已 所以大家不需要去硬找这么多的理由 那特别是如果是非经济因素的理由导致的下跌 你事后来看往往都是买点 那VIC指数的部分的话 也因为这个礼拜的波动特别的大 所以又涨到了18.59% 基本上礼拜还比较安心一点 可是在这个礼拜的话 它又稍微的往上走了 可是我们也讲过了 本来VIC指数大概从第三季到第四季 它就有一个季节性的 会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所以18.59%这个数字呢 它也不算是太高 可是就是投资朋友在操作上面 还是要比较谨慎一点 因为毕竟现在行情还在跌啦 你也不用期待说 VIC指数会马上回落到15以下 但现阶段的话 能够知道的就是波动性还是很大 那市场的情绪呢 可能还是偏向比较悲观 这是从VIC指数上面能够去观察到的 那在美债十年期殖利率的话 也因为呢 这个美国公布了比较疲弱的经济数据以后 那市场就认为 哇今年应该要降息三码 然后这样的预期出来以后呢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一下子就直接跌破了4% 那这个跌破4%有没有道理呢 这个我们还要再去做进一步的研究 可是我直觉上面啦 我觉得联储会今年会不会降息降到三码 有点难讲 有点难讲 但9月份会降息 所以呢 基准的情境是降息两码 那到底会不会降到三码 我们就得看通膨的这个下来的数据啊 他如果通膨有稳定的在降温 那如果劳动市场降温的太快 那联储会还真的有可能升到三码 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有蛮多变数的 这个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很肯定的答案 那我认为今天晚上大家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已经公布了 飞农 飞农要公布 飞农的失业率如果呢有一个大幅度的jump上去 比如说可能在年底前就来到了不少 4.4.6 4.7 那联储会可能要降到三码 因为这个劳动市场降温的速度太快 可是如果劳动市场降温呢 是慢慢的循序渐进的 是有秩序的 那我还是认为联储会大概今年就是降息两码 所以在我们的基准情形是联储会降息两码的情况之下 那这样子的话 每在10年期公债殖利率应该还是会在4.0到4.5% 这个区间里面就是在做来回震荡了 所以现在跌超过4% 我觉得他短期上面债券的价格有点涨多 那至于你说你想要 我们就说了你债券我们从年初就一直讲 你债券如果是想要去做这种长期的投资的话 你年初不管什么时候买 你放到现在 放到现在还不一定会赚钱 但我觉得你放到年底你可能都会赚钱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看你的交易周期要怎么去做决定 但至少现阶段股市经过修正以后 我会认为股票的这个获利空间会比债券还要来的大得多 所以我们会把大部分的资金应该还是会去想想看 要配置在哪些股票上面 好的那下个礼拜有什么重要事情呢 第一个就是礼拜一要公布的ISM非制造业指数 虽然ISM制造业指数数据很弱 然后大家很担心会不会进入衰退 可是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美国仍然是一个非制造业为主的国家 所以制造业当然对美国来讲也算是重要 但是服务业仍然是占他们整个经济量体比较大的一个部分 所以如果今天ISM非制造业指数它还没有进入收缩的区间的话 那其实美国的经济大家也不用想说会有什么严重衰退 因为他们的内需还是蛮强 内循环还是很强 这是可以去做留意的一个数据 在礼拜四的话呢 美国不是美国台湾要公布出口值 那一样台湾出口值 我觉得这个也不用想太多 应该数据都会开得不错 下礼拜已经没有什么比较大的数据需要去做注意了 因为最重要它在这礼拜都开完了 所以下礼拜没有什么太多经济数据干扰的情况之下 就是回归到美股的财报 然后美国的总统大选 然后再去关注一下联总会的利率决策 后面还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新的资讯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下礼拜需要比较关注的 好的来今天的重头戏来了 我们前面分析完了 我们要来讲说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上面 我们认为第一点可能已经出现了 这张图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把它截图截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从2018年开始去做统计 上面看起来这个像什么 有没有像地震 有没有像地震 这个是什么 这是我们把每一天的台股加权指数的涨跌幅画出来 每一天的涨跌幅 所以有没有中间这个是零 往上就是涨 往下就是跌 每一天都会有一个数字 然后我们会发现 在这张图其实可以讲很多故事 当然我们时间有限 我有机会再来跟大家讲更多故事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结论 大家看一下我们圈起来红色圈圈的部分 那个是什么 代表跌比较多 因为它往下一根超级长 这代表什么 那一天的台股跌很多 我们总共在这张图上面有六个圈圈 其中一个是今天 那剩下来五个圈圈 一次是2018年的10月11号 那天跌6.3% 一次是2020年的3月15号 还是19号 3月19号跌了5.8% 再来还有2021年的5月12号 那天跌了4.11% 2022年的10月11号跌了4.35% 还有最近一次的 也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2024年的4月19号 跌了多少 3.81% 我们把这些单日跌幅 比较重的日值抓出来 因为它在图上就是很突兀嘛 在一个统计的图上面 你看到很突兀的地方 你一定要去多关注 因为它会这么突兀 一定有它的理由嘛 那这些图呢 圈起来的位置 在行情的哪个位置 我们也帮大家标出来了 就是红色空光加绿色箭头的位置 因为这张图很细 它是从2018年一直到现在 所以你整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但你仔细去看你会发现什么 圈起来的地方 几乎都是每一次的低点 或是最低点 几乎每一次 我们把这个细项结构 放出来给大家看 首先2018年的10月11号 那次呢 我们跌比较深的 就是我们刚才全面圈起来 单日跌的比较多的 就是我们绿色箭头那一根 跌下来以后 有马上见到最低点吗 没有 但是后面大概还在走了两个月的修正 然后见到最低点 可是当时跌到了大概9600多点 9700点的时候 你距离最低点9300点 说真的你距离也差不了多远 差了多少 差3% 4%而已 差没有很远 所以几跌过后呢 基本上就止跌了 有点止跌了 再来2020年的3月19号 大家就开始有影响了 8523那一天 就是跌幅最重的那一天 我们再切回去前面这张图 有没有 第二个红色圈圈 左边数来第二个红色圈圈 2020年3月19号跌幅5.83% 这是什么时候 就是8523那一天 8523就是这一波的最低点 这四年以来 四年多以来的最低点 就是8523 那他就是在跌最深的那一天 落底了 再来2021年的10月11号 一样这个那时候 2022年走大空头 大家还记得吗 走大空头 空头的最后一段 杀 杀很凶 2022年最低点是什么时候 12629 也就是呢 我们在9月的时候就告诉大家 我们认为接下来台股主生段要来了 后来多跌了这一段 跌到大家都没有信心 所以跌一跌以后来你发现什么 那一天跌幅很重 距离低点12629 就是距离我们这一次最近的低点 12629 是不是也没有多远 大跌完没多久就见底 开始反转向上 从12600点一路涨到多少 涨到24000点 最近的一次 包含我们今天都在这张图上面 最近的一次 2024年4月19号 4月的事情而已 4月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次跌到季线 然后那次大家也是很害怕 那一天大跌爆大量 左边的那个绿色箭头 碰到季线 刚刚好那天 就是我们这一次 到4月之前的最低点 大跌完以后见到最低点 好 所以我们有了这么多的历史经验 在图上 我们也把所有大跌的圈圈都圈给大家看了 最新一次的大跌在什么时候 就在今天 我们今天跌了4% 来到这个位置上面 一样跌幅超级深 那你说说在这个位置上面 如果按照历史的经验 它就算不是最低点 它应该也是相对低点 至少得在这个位置上面指纹了 因为你杀得很凶 大家都开始买盘都缩手 然后卖盘开始不计代价的砍砍砍砍砍 悲观到极致的时候 行情就会迎来反转 好吧 这是我们的过去的研究 来跟大家做一点分享 那至于到底会不会涨呢 这个我们就是下礼拜之后 我们才知道 但至少我们从我们的研究上面来讲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点信心 然后我们也从过去的一些经验里面 来看看这一次能不能再如法炮制一次 那如果真的是的话 现在修正到这个位置 台湾的景气循环还在向上 还在扩张 没有衰退的问题 我们都还是要站在一个 偏向买方的位置上面 好不好 这个数据跟研究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 我们来做上礼拜的选股检讨 先讲我们这礼拜没有选股 我们这礼拜要送大家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上礼拜选股其实都不错 你看6669围影 我们上礼拜选的时候是1975 然后在礼拜五这一天 差一点被打到跌停板 跌了7%吧 围影今天跌了7% 结果所以代表什么 围影在礼拜四的时候 最高涨到2200块钱 上礼拜五选的 这礼拜五原本盘中有一度到2200 那一样它跌下来 我都还是觉得好公司 这个位置上面都还是很甜 那就算你上礼拜五看1975 到这礼拜的收盘1985 还是算小涨一点点 还不错 那再来我们分享3518的博腾 上礼拜五分享的时候是33.95 在这礼拜的收盘下多少 37.5 涨幅多少 超过 有超过吗 好像没有 将近一根涨停板 将近一根涨停板 还不错了啦 我们在台股修正的这段期间里面 我们上礼拜的选股 能够帮大家选到一个 还拉了将近一根涨停板的旋骨 我觉得算是可圈可点啦 所以你在 行情震荡的时候呢 其实应该要去留意的是哪些公司 它有机会先反弹 有机会先指纹 那你就有机会先从里面赚到钱 再来3167的大量 大量也是表现不错 上礼拜选的时候 69.6在这个礼拜一样 逆势小涨 那你大家都知道礼拜五跌幅都比较重 那所以你把礼拜五的跌幅扣掉的话 其实他们在整个一周当中里面 他们的涨值也算是蛮不错的 所以我们选出来的三档股票 反而在这个礼拜大盘贵买都在修正的时候 他们都逆势上涨 代表如果你真的认真去做研究 去做选股 你还是有机会能够挑到会赚钱的股票 好了来到最后 我们呢 这个礼拜不选股 原因是因为呢 我们要教大家一个方法 我们准备了一份研究报告 这一份研究报告在我们群組里面 大家可以免费登记索取 那这份研究报告上面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 跌了这么多 我们要怎么去判断股票 到底便宜了没 很简单 用大家最知道的本益比 可是这个本益比呢 你不能用过去的财报数字 你要用未来的 那未来的怎么算呢 我们呢 把它整理成上面 我们还给了大家一个例子 我们把公式给你 然后用围影去挑例子 你要怎么去算已知的EPS 要怎么把已知的营收换成EPS 要怎么把未知的营收 估出EPS 这三步我们全部都把算式 给你完全不偿私 那你呢 我们除了教你这些公式以外 我们也点了几个 我认为在下半年 应该成长的趋势 是明确的产业 这些产业里面呢 也都有一些代表性的个股 我们把这些代表性的个股呢 像大家可能喜欢的台积电啦 鸿海啦 然后什么广达技嘉伟创 这些我们全部都把它 今年的预估的EPS都算好了 所以同学朋友呢 你想学要怎么算的话 这一份你可以拿起来 反正收好嘛 以后一定都会用到 那如果你是对自己手上 可能有一些比较热门的股票 想要知道呢 用这种方式算出来 它的预估EPS会是多少的话呢 我们在资料的最后 也整理了一份表格 把一些比较热门的 然后呢 今年下半年可能产业趋势 还是不错的 我们就先把数字算给大家 那不在表上面的这些公司呢 你也可以一样 拿这些公司自己算出来 到底它今年的预估EPS是多少 所以这份资料我觉得相当有价值啦 就是鼓励大家 虽然行情比较不好 但也不要悲观 把资料拿到手 然后呢 学会这样的算法以后 以后呢 你就能够自己去估自己感兴趣的公司 它在今年或者是在明年 它的EPS到底会落在哪一个数字 再去换算出它的本益比 你就知道这间公司 到底现在是贵还是便宜了 好不好 这份资料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一个小礼物啦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礼拜的台股抢先报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 赶快订阅起来 想要索取那一个研究报告的 可以加入我们的群组 那我们希望所有的投资朋友啦 就是在大碟的时候 可以安心 可以安心 安心买股票 安心减便宜 我们在年底之前 大家一起数钞票 好不好 那我们台股抢先报这个礼拜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拜拜